美国国务卿安东尼·布林肯 星期二10月4日 访问了哥伦比亚首都的一个移民中心 并表示支持委内瑞拉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TPS项目 在访问期间 布林肯会见了波哥大市长克劳迪亚·布佩斯 讨论了移民战略以及美国对在哥伦比亚的 委内瑞拉移民的支持 布林肯支持哥伦比亚的移民战略 向在哥伦比亚境内的委内瑞拉人提供10年的临时保护身份 允许他们工作 成千上万的移民逃离了委内瑞拉的政府和经济动荡 至少有170万委内瑞拉人生活在哥伦比亚 布林肯正在对哥伦比亚、智利和秘鲁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 这些国家都有相对侥幸的左派领导人 将其所发展出的方式 将其将会有电影 提供到的位置 发展出的方式 预定预定